! 好,我們今日來開箱,今天開的是Okamoto 0.01 即是鋼本,是香港的非常有名 0.01就是這個包裝上面寫著 我們稍後就開去看看 在這裡你就會看到一個使用期限 就是它到期的日子 大家買的時候就要留意一下 如果它太近期的話 我們勸你不要買 接著我就開箱 看看 首先哪裡開 好 剝開了之後 我們就在這個位置打開 通常在這個位置打開 怎麼這麼特別 好像是糖 好 打開 剝開了之後 好 首先你就會看到一個 有一張這樣的東西 是可以不用管的 OK 那張東西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接著就有三個 OK 三個 這一盒就是一盒有三個 黑金色 挺有型 好 我們打開一個來看看 我們先打開一下 先打開一下 通常都是這樣 OK 好 好 好 拿了出來 拿了出來之後 我們就去看看 哪邊是上 哪邊是下 應該是這邊是上的 對 好 好 好 這個 就是這樣 一般來說 這個 摸上手 真的很好 薄得有少少 保鮮紙 那種感覺 你一看那部電影 張家輝說 拿保鮮紙都可以 喂 保鮮紙都可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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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感覺 哇 真的很薄 好 接著我們嘗試拿這個 好 不專業的 來托一托它的厚度 好 首先呢 剛才是在這裡 剛剛是進口這個位置 好 先托平 好 0.023 0.02 再塗入一點 塗入一點 塗到它的頭部 看看會怎樣 對 這裡 好 都是0.02 對 就說一下 就是我們 對這個 對這個 有什麼 對這個 有什麼 不好的地方 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其實就是 其實你 三個 托椅 但是你那盒這麼大 你看看 Fagami這個 0.02 兩個 尺寸就差這麼遠 你拿一部iPhone出來 整部iPhone這麼大 XS Max這麼大 整件事 你怎樣收起來呢 如果你想收起來 你可以收到哪裡 那這個 你要想一下 如果它這樣包裝的話 我們撕的時候 就要很小心 我們在那邊 撕的 我們不可以在那邊 撕的 因為一撕就撕到 它也不是說 有很多潤滑劑在上面 你看 這裡 三個水點 三個水點 總用了兩個 所以你用一下 其實就會很容易 乾 乾的話 就會痛 所以我們 用的時候 可能要預備一些潤滑劑 水性的潤滑劑 就會試本公佩 另外一個不好處 就是 它是用PU物料 就會對環境不好 那你就一直 每一次做 每一次造用的時候 你都是在破壞地球 那我們就要 心裡面要有一個 敬畏的心 我們要對地球敬畏的心 去使用這個condom 那我們又說一下 它有什麼好 好呢 就是它真的很薄 它是薄到 你真的覺得好像 哇 你這樣摸下去 你會覺得 哇 很貼身的 那當你用的時候 你都會有同一個感覺 那你那個 弟弟 應該是敏感很多 比手指 整件事 你會覺得 哇 好像 真的好像霧帶 貼身到厲害 那貼身之餘 它如果這麼薄的話 它全熱的效果 都一定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用的時候 就要小心點 不要這麼快 就 就嘔白了 其實它是有顯示到正反面的 你看看後面 這裡有寫著 男性側 男性側 就是碰到男性那邊 就是男性側 那這一邊 就是向出 就是你不會有時候 你打開那個condom 你分不到前後 再開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樣打開 拿出來 下面是男性側 那很自然 然後呢 那個condom 就是這樣 這樣套下去 那就非常方便 那這個condom 聞一下 是沒有那種 膠的臭味 那有時候 你們用的condom 為什麼會有膠的臭味呢 其實是物料的問題 那如果它這個物料 是不會有膠的味道 也是這個物料 才可以做到那麼薄的效果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對橡膠有敏感 或者是 頂不住那種臭味的人 其實是可以選擇 用這一款的安全套 好 那今天的開箱呢 就是這麼多了 希望呢 大家可以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有 按鐘仔 記住 那就可以一路看到 我們有什麼新的update 有什麼新的動向 有什麼新的動向